而诸葛亮传出癌末病危 让多年的好友于天真的很紧张很担心 那么当初两人是在2018年8月 因为诸葛亮跳槽到友台主持 脱口说出 原本这个节目的主持棒是他来让给于天的 用这个让这样的字眼 导致两个人种下心结 那么看到今天于天接受平面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说他要去探望老朋友 毕竟都这么久了 也问问看他女儿是住哪个病房 五年前在节目上 诸葛亮感谢多年好友于天帮他付出 谁也没想到却因为诸葛亮 接新节目彼此有心结 连王军星 诸葛亮出到了 外传诸葛亮对外说节目是他让给于天的 惹恼于天 两人闹翻 尽管事后诸葛亮有公开道歉 我诸葛亮今天隆重隆重 向于天李亚平说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但始终都缺一场破冰的和解 两人长达五年未解的心结 就在诸葛亮传出病危的消息 于天的态度软化了 于天说会找时间去探望诸葛亮 就连后备郭子前也跳出来说话 郭子前虽然用开玩笑的方式 但是真心期盼老大哥们的恩怨 能够一笔勾销 不要给彼此留下遗憾 记者台北中文报告